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来这间餐厅吃饭的 这里就是The Peak 在KQ City上了半山区 给更多不同的朋友 知道沙巴有很多不同风格的餐厅 有地道的咖啡店 也有咖啡店 就像这间那样 上了这里应该是吃西餐的 我们是第一次来 进去看看 进来这里先和大家看一看环境 这里一看起来 给我的感觉就好像 好像香港很多不同的 可能是我自己去过沙沙咀 或者是K17那类西餐厅 这里有一个Open Kitchen 里面也有一个Kitchen 这间餐厅就来了 刚才我问他 你能看到了 其实这个就是蟹盖 里面是放了些鱼子酱 还有带子在里面 这是一个头盘 试试好不好吃 还有隔壁有些面包 多士面包 给你配搭着 说回刚才那个 头盘的蟹 你看到里面 蟹有鱼子酱带子 原来最底的啫喱 好像举药 都可以吃的 里面是一片片的 里面是鱼切好了 混入那些举药度 很好吃 这个很特别 它不是只摆设置 这么简单 原来也可以吃的 第二道菜就来了 这个听他们说 是一个手工意粉 手工意粉 我看到这个形态 你看它的形状很有趣 好像一块块树叶 有一些蟹肉搬着 那之后好不好吃 第二道菜 这个是自家製的蟹肉 制压制的蟹用pasta 它的蟹肉的酱很特别 因为我吃了里面的药 好像有些鲁 很新鲜 所以带到蟹肉鲜味 那这个pasta是手工做的 所以平时外面和外面的意粉不同 虽然硬一些 但是我觉得是好吃的 当然有些人会喜欢吃 比较软身一些 我想到时候可以再跟他说 好 好 现在第三道菜就到了 这个就会是 吃饭给我们的 这个就是南瓜海鲜拼盘 刚才这个是南瓜海鲜的拼盘 它就分了给我们 一人一份就是这样的 里面有鱼 有虾 还有面包 它还有呢 是拿回南瓜过来 如果大家可以 喜欢挖一些南瓜肉 配面包就可以这样 不客气了 我要吃了 那这个呢 主菜就是这个 豬腊骨 对 就是豬腊骨 这个骨骨 它们就会有专人过来 帮你切的 因为你看它的刀 一切就开了 不用自己用餐刀切好久 都切不了 看到了 你看它们很细心的 好了 我们要开餐吃了 那这个呢 就是Fake and Beef的 即是无瓜 无瓜 无瓜 配这个牛肉 对 那都想和大家说一下 刚刚吃完 那个海鲜的南瓜汤 我最欣赏的地方 就是海鲜 原来全部都是烤过的 烤过的 那我个人口味来说 吃海鲜 其实都比较喜欢吃烤过的 就是烤过的 最简单的做法 或者是清蒸 因为这样才吃到 这个海鲜最完美的鲜味 其次就是 它的南瓜也很够甜 还有 还有 那个白爪鱼 大家看不到 原来有一只白爪鱼给我们的 都很好吃的 也很特别 它南瓜也很清甜 因为有些南瓜肉 可以配上面包 另外第二个就是 鱼肉 鱼肉 鱼肉也很好吃 因为我最初看到 它好像有很多 酱在表面上 会不会很咸 或者肉比较粗 怎知 切开出来 原来不是 都比我想中 很嫩 很多汁 最欣赏它就是 旁边的 它不是只看到 表面的生菜 沙律菜 其实它还有一些 醃了的青瓜 那些醃了的青瓜 因为大酸 所以刚刚中和了 猪的油腻感 好了 看下一次 又会和大家去哪里吃好东西 试不同的餐厅再介绍给大家 这一餐 我是被邀请来吃这个自定菜单 我会将这间餐厅的资料 包括它的菜单 价钱等等 放下我这条影片的info box 你们可以进去 看他们的网站 或者follow他们的facebook